卻背號12號林智傑 卻背號14號蔡文成 卻背號 讓這些分數能夠在這場球 能不能得過超過80分以上 甚至85分 桑尼他們比較不會在 show corner 去做埋伏 Kick out智傑給曉芙 接到進去 來個跑 準備好就是要讓你們 這個組合去做處理 好 這個傳球相當到位 林智傑來了給M1 這個長傳也是 Leading Pass 找到傑哥 林智傑充當了跑風 有一個三分打的機會 他的touchdown 野獸 要強森過來做掩護 差點被包夾再回給強森 大打小 這個 野獸 這個強森再進去 再進喔 5球 所以只有2成17的命中率 是 先看傑哥這一球 就是在艾爾斯的補防的腳步 在內線沒有辦法縮小的情況下 我以為也不會好地控打 哨音再想 一分的長人 腰桿子倒是蠻彎 蠻柔軟的 野獸 林智傑 怎麼樣在頭跟船之間去做拿捏 這就必須他 要去選擇 傑哥 兩個人的身體有非常多的碰撞 三分線接球 不要出手 守不住 在傑哥的能力還是在這邊 上半場 七頭五中的投籃命中率 現在工作非常的繁重 哦 我在手部的動作 也是讓對 讓學長的 籃板球撥一下 林智傑再拿到 瘦一翔 F1 哇 林智傑發出了他年少時期的怒號 哇 真的是他在SBL的招牌動作 哇 雖然說跳不起來 但是還是可以吼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哇這個 SBL時期的野獸能夠有些剪輯的話 對 畫面是一模一樣啊 哇 趕快我們的YouTuber來剪輯一下 火鍋的風景 感覺是有練過林智傑的外界 為勇士再度送上祝福 是不是一個三分 哇這個裁判也想回味一下傑哥的經典動作 這個球感覺 當中是有做一些協防啊 是 十七頭十一中 好 不過 強森這邊的外 哇先看傑哥這個 利用這個 強森的掩護之後 一點點的空檔都能夠把球投進 底腳再埋伏一個射手的話 相對的就比較有機會 野獸在倒地之前投進了 空性的三分球 包括傑哥 這個後側步的經典動作 傑哥出來接球 三分線直接拔起哨音響 受智傑的動作 但是我覺得 領航員是沒有去做一些包夾 甚至不錯 但是沒有讓他繼續去做一些 勾進的話林智傑將可以得到二十九分 因為他有十個籃板 智傑非常沉穩的三把拳擊